徹兆 无微不显 无缘不见 这个叫徹兆 微观世界 无微不显 无缘不见 宏观的宇宙 现在物理学家 确实是向两个极端走 一个走天文 无缘不见 一个走量子立朽 无微不显 那这是现前 我们看到科学家 向两个方向 去发展 稀有 联劳引用涅槃经 涅槃经上说 譬如水中 生与莲花 非为稀有 不稀有 水里头自然长莲花 如果是火中生的 时能稀有 这个莲花不是在水中 是火中生的 那这叫稀有 这是用比喻 极乐世界 庄也 清净 光界如尽 照尽射方 那极乐世界 也就是殊胜之处 师尊这次地告诉我们 这个话 释迦牟尼佛讲的 极乐世界 庄也 清净 光光明 清洁 像镜子一样 照尽射方 无论在什么地方 在宝树行间 或者在切宝廉池 一切万物当中 都能照射射方 都能照射射方世界 下面举 观经里面所说的 如观经中 观经中所说的 大师智菩萨 天观有五波包化 大师智菩萨戴的帽子 这个帽子有五波包化 夜夜包化 每一朵包化 有五波包胎 夜夜台中 射方祝福 静妙过途 广场之乡 见于中心 大师智菩萨戴的帽子 天观了 在这个帽子 宝花里面 能看到 射方 三世 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切诸佛 插土 都在里面现象 都看到 而且看得很清楚 到极乐世界 智菩 也能不开呢 佛道 也能不成啊 这个现象 在射方世界 没听说过 我 故知彼佛 小大相容 光下无碍 一毛一尘 细节 在因照射方 毛是我们身体 每一根汗毛 全是外面的环境 每一类 每一类为他 都有 光明 照射的功德了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时一切处 你看到的 是摄方世界 刚才讲过了 摄方里头包括三世 过去 现在未来 你全都看到 这些众生说话 你全都听到 哪些众生 跟自己有缘 你都看清楚了 有缘 使他肯听话 你能帮助他 往生极乐世界 那有缘点呢 你去借人他 教化他 他不放在心上 那没当回事 所以说 佛 不度 无缘众生 但是佛呢 关心他 暗中 保佑他 加持他 这是佛 大慈悲心 自然的流露 对无缘众生 都如是 活宽有缘 我们要想发达心 普度众生 心有余 而离不足 办不到 那今天我们 看到极乐世界了 看到这本书 这本书里的所说的 你都记得清楚 你都看得清楚 听得明白 自然就想到啊 社防世界的 有缘众生 他们还没有 遇到这个法门 没有遇到这个法门 学府 通脱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戒才能成就啊 如果知道这个法门 没有一个 不是一生成就 这个盲 帮大了 这个功德利益 也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就是无法想象 这都是真实的 这不是假的 我们以这一生 有限的光阴 很短促的时光 好好抓住 先求自己 神建筑 再就能帮助 变法界 修空界 社防三世 一切 有缘众生 无缘众生 跟他结缘 就统统变成 有缘了 这是社防 诸佛察图 阶层中线 固执 毕图 小大相容 完全是 华言渐渐 光辖 无碍 特别是 讲到 一毛一尘 都能照见 社防 佛察 阿 祢 豆 佛 阿 你 陶 佛 阿 你 陶 佛 阿